你朋友到了 到了 对啊 你说的吃饭的地方 对啊 吃饭的地方 不是 这荒家园里的 也没摆桌子呀 你等一下 我给你找一下 你还找一下 对 很快的 来 你过来 啥意思 你往的这个地方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嗯 还有这个方向 你说这个山吗 对 嗯 怎么了 然后你张开嘴 跟着我做 张开嘴 感受一下风 不是 这风吃挺舒服的呀 饱了吗 啥意思 说你吃饱了没 不是你 你要没吃饱再 多呼吸一下 我怎么感觉我又被你忽悠了呀 你说的吃饭就是 喝西北风啊 对啊 那你刚才 拿着手机在那里 找了一下方向嘛 我们肯定要喝西北风呀 这边是西方 这边是北方 西北方 正好喝呀 不是 你弄这么大一圈就是 让我喝西北风 然后陪你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 怎么叫陪我 那你是不是也锻炼了吗 彼此彼此 那你这个主要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的 我好像都没告诉过你 其实我都失业了 什么 就是意思就是你没工作了嘛 我就说怎么那天 就把就把你送回来过后 我就说这都待了几天了 你都还没出去工作 我说没想好要做什么嘛 哎呀小长 你这个忽悠人的本领 简直就是 怎么说呢 那种教科术式的 我给你比个赞 耶 其实我就是带你来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风景 你那边都没有 顺便让你锻炼锻炼身体 不是你这 风景嘛 倒确实可以 但你这个 你这个想表达的方式吧 你不要搞得那么行事好不好 你直接说嘛 你就说你失业了嘛 还是要有点疑似感嘛 不然生活多不去啊 你是怕我会问你是吧 所以然后你给我来这一出 也不是啊 主要还是带你来 感受一下这个你的风 然后顺便喝点西北风 对 然后我们就饱了呀 你真的太坏了 不坏不坏 只是锻炼你身体而已 你看你都在喘 我们才爬了多久嘛 你就在喘 不过你看看到这种风景之后 你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你看这视野好开阔呀 确实是 那下次你直接讲重点好吧 行 下次给你讲重点吧 我想说 我可以说 你做一只不够的飞行 没有什么 感谢观看